這邊有個小細節要分享給夥伴們 此時我剛放完一技二段 所以現在可以獲得一次遠程的強化普攻 這時候請準備鬆開你的方向鍵 因為普攻的過程 如果你按了方向鍵就會進行一小段位移 這個位移是有後搖的 會讓你無法即時的使用二技能 所以這時候普攻千萬不要按方向鍵 直接使用二技 這麼一來就可以很流暢的接近 這是所有想入門暗夜的玩家 必須要會的一個小細節 NF NF 嗨!大家見過的好嗎? 我是睡得 本期带来的是偏冷门的打野英雄 暗夜比零星 玩这英雄 我会建议要先调整一下技能的位置 我把大招移到原本1技的位置 1技移到原本2技的位置 2技则是原本大招的位置 我个人会觉得这样的手感比较好 如果觉得手感不顺的 可以尝试看看这样的改动 暗夜这英雄真的是越来越少人玩了 算是一个比较高风险敌报仇的英雄 节奏只要打得不够快 这英雄就会越来越容易 跟模仿大师的主机差不多 但技术性的要求更高 前期啊 两者虽然都很强势 但那强势其实实在是太短暂了 如果要将节奏完全的掌控住 那就必须要队友的高度配合 否则单靠自己的操作 能发挥的其实还是很有限 相较之下 让的发挥就更稳定一些 而且有单人带飞的能力 或是蜘蛛侠这种 带节奏更稳定的 中后期还能替队友扛伤 制造开团的机会 所以这版本的暗夜 是真的比较少人愿意拿来爬风 通常就是感到无聊 想换换口味的时候 才会想起这个英雄的处则 就拿这局来说 我本身是想玩幽灵的 但被对面抢走了 这样也好啦 没来伙伴们又说 又是幽灵 我只能说啊 伙伴们对我真不公平 别的创作者都可以指出 一两种英雄 为什么我就得什么都玩呢 这样太辛苦啦 这边伙伴们可能会觉得 我刷野的顺序很奇怪 但没有办法 毕竟对手是幽灵 我必须假设对手会进行反野 队友也没有给我下半部野区的情报 所以我只能双buff开 我们利用赚到的时间差 成功地蹲到了提前跑线的钢铁侠 这就很纳闷 毕竟冰月花雪 动得比钢铁侠还要慢 这是很奇怪的 那这一波少了中路的支援 我们的上路呢 是被幽灵给抓了 并且拿下了手上 掉了一波节奏 这边我花雪又挑了一个错误的时间点跑线 所以我只能过来帮他清一下中路线 这一波幽灵大概率会反野 所以我们拿完蓝buff就要直接下去了 OK确实被反了 钢铁侠也飞起来了 这一波不好打 所以我选择直接推中路线 不可能在这个时候去跟对手正面碰撞 拿不到优势了 结果幽灵送头了 有这种事 这边先不用急着交闪 可以先拉扯 等待队友支援 丢个大招 交闪拉开位置 OK对手中计了 直接大招斩杀之后 配合队友再拿下钢铁侠 这一波就是利用了中路压塔 逼迫对手过来夹击我们 再利用拉扯 配合队友成功的反杀 完蛋 这一波没有制裁 必须先把他赶走 嗯 这还真的没办法 这钢铁侠给机会啊 这个对面幽灵也倒了 那这一波其实不亏哦 我们还可以顺势推掉中塔 结果上来看 你赚的 我想对手应该也是低估了 百光包博的辅助位啊 这幽灵应该从来没想过 自己会被一个辅助位给击杀啊 这蓝buff我要了 干什么 这蓝buff我要了 诶 你还往前 真是没被插过诶 你看现在的暗夜多么的没地位啊 连个射手都不把我放在眼里啊 诶 靠 怎么有人老六啊 这幽灵 这幽灵在干嘛 差10 没事 嗯 这一波老六不错 传统功夫 点到为止 暗夜的进攻就是这样啊 可以的话我们进去就是一波 不行的话就是点一下点一下就走了 你只要一直保持这样的进攻节奏 对手就抓不准你什么时候会打一波 这边有个小细节要分享给伙伴们 此时我刚犯完一技二段 所以现在可以获得一次远程的强化普攻 这时候请准备松开你的方向键 因为普攻的过程 如果你按了方向键 就会进行一小段位移 这个位移是有后摇的 会让你无法及时的使用二技能 所以这时候普攻千万不要按方向键 直接使用二技 这么一来就可以很流畅的接近 这是所有想入门暗夜的玩家 必须要会的一个小细节 这边幽灵会来墙哦 所以必须要先把他打残 绝对不能让幽灵进场 伤害不够没关系 让我来 爽 哈 有这种事 好吧 这边有花雪 让我上班不靠啊 我们人都蹲在这 喂 好 没关系 幽灵送头 再插一个 哇 这打好久 对面如果都守在塔下的话 我们真的还蛮难找到突破口的 一不小心还会被对手反打 所以最好的方法呢 除了老六还是老六 如果找些机会让对手掉点 这样才能利用人数差的优势 直接去强迫主宝 预判他位移 有这种事 好吧 可能是他冷却还没好 不然那个时间差 应该是对的 不可能不位移啊 绝对是冷却还没有好 其实我大招也没有空啊 打到了位在他身后的隐形女 我觉得玩暗夜最痛苦的地方就在这里 只要是遇到那种会出手环的角色 真的是打不痛啊 你看像神维雷神将的近战法师 手上只要套个手环 我真的拿他没办法 这或许也是现在暗夜很冷门的原因吧 有些角色真的就是打不痛 所以这边呢 我们还是上个永恒之枪吧 还好这边对手在乱打呀 对面的后排都完全没有跟上 对手总是在少打多 哇 这一卡路斯共生了 等他回来 好讨厌喔 他只用一个二技就可以走了 中 又被天使打死了 对手又再度犯了同样的错 又是一个少打多 说实话 对手的阵容在反开上是真的很强 但他们在战术的知情上 前排和后排总是脱节 那就没办法啦 游戏结束 从这一局伙伴们应该就能够看得出来 暗夜这英雄让人感到无力的地方 前期或许啊 带节奏的能力还算强 但到了中后期 像神卫雷神也只需要用一个手环 就能够轻松的应付我 操作上也经不起任何的失误 大招丢空 或者是二技的控制打空 结果位移到敌人面前摆给 暗夜的容错率是真的非常的低 假设这一局我选的是个浪或者是幽灵 那么或许我们就能够轻松的提前结束游戏 不用进行到后期这样来回拉扯的垃圾时间哦 简单来说啊 当你选了暗夜 从游戏的开始 你就肩负着时间上的压力 必须要尽快的结束游戏 否则面对的就是后期的无力感 所以这英雄对于想上分的伙伴 目前不太推荐去练 除非官方愿意优化他强化普攻后的位移 或者是一技二段的位移 一技二段那真的称不上位移技啦 走路的速度都比较快 如果能像金牌手那样获得位移上的增强 那么暗夜就能够重返荣耀 回到强势打野的行列里 那本期就到这边结束啦 视频制作不易 还请给个赞赞鼓励一下 我是水达 我们下次见